大家好,我是Gordon,今天就快有一套電影叫做《潛行浩劫96小時》 戰爭片很多,這一套比較特別 第一是法國公司,諾比桑的獨立製作公司 即是這個失手不太冷 然後拍一套講2000年一隻俄國的潛水艇的海難事件 然後很奇怪,裏面是做英國海軍的一個將領 那個就是英國演員哥連飛夫 而且這套戲整個基調沒有將俄羅斯妖魔化 從人性那裏去講這個潛水艇裏面的100個官兵的命運 以及他們的妻子和家庭的看法 在現在這個國際關係裏面 你也知道俄羅斯是被西方尤其是民主黨美國 視為一個邪惡勢力 特朗普又說鼻子是通俄門 為什麼在這個時勢有一套這樣的戲出籠呢 不知道他背後在想什麼 但是我們看到這套戲 做的事情,用英文叫做很suttle 就是說不是很覺的 潛在是比較了兩種制度 我覺得有優勝劣敗兩種制度 兩種不同的人性觀念 我看了這套戲 就是它是用一種很巧妙的人性 你那裏有一百個官兵 因為一些很愚蠢的潛艇設計的錯誤 搞到沉塞到海底 叫天不應,叫地不民 然後你們的家屬是很淒涼 我們北約那邊西方想救你 整套戲的包裝完全是人性的 只不過你看得出裏面有一個政治信息 是你俄羅斯沒得跟西方鬥 即是你不是那些硬件 原來我們看的那些資料 硬件已經是 如果單純看紙上的硬件 這個富斯克號潛艇 是比美國那些更先進 單純這樣看 但是看上去就不是了 因為它的魚雷的保養基本上是沒有的 是鐵造的 爆了也不知道 還有那個技術 用那些雙氧水 Hydrogen Peroxide 作為那個發動的爆炸力 那些東西是30年前 歐美已經不再用 因為太過不穩定太過危險 但是即是說 原來俄羅斯在用的技術 是40或者30年前西方用的技術 這部電影在這個時候出籠 我發現是有一點借俄羅斯的潛艇 是來講將來如果有一天 俄國這個叫海拳的強國和西方 北約打海戰的時候 很可能的下場是怎樣 說就說俄國其實會不會影射 俄國另一個國家 因為那個國家最近晚在南中國海 台灣 是說自己有隻航空母艦等等 那個國家只能夠救地球 聽說 是啊 所以在這個時刻 如果你看到一個叫做 某國某強國足可以拯救宇宙 和救地球 然後再看看這套96小時 原來他的老大哥俄羅斯的根強都是這樣 我發現 真是一個冷戰現在發生在電影裏面 還有他最突出的說 他的科技不是不進步 但是你那些人的心態有問題 那個人性 即是說你看到這個 Colin Firth 他沒有想過我們是敵對陣營 他看到有人的生命 我要拯救一些人的生命 這個似乎是西方的價值 有些人就不認同 這個價值就是英國的海關 在那一刻 他就想現在俄羅斯不是敵對 雖然敵對陣營裏面 有一百個人困到海底 但我出於一個人性和人道的立場 我要救他 甚至也免得跟倫敦總部 去確認一些細節 他先移動了 這一部對於俄國和對於俄國的鄰國 這些是犯了天條的 因為叫做立場不穩 以及分分鐘旅通外國 這個歌連肺虎 分分鐘要上軍事法庭 所以這套戲裡面真的有很多內容 裡面有冷戰 有人性 硬件 軟件等等 在這個時候 例外了我的什麼什麼 我們現在重溫這套戲 就真的是 池裡航奸 對於今天的形勢 是明白了很多東西 更多途徑 更加方便 立即加入我們WhatsApp Telegram 和Instagram 呢 Şu 什麼